許多市民反映疑似由於南投市的橋面施設工程 未加妥善規劃,造成交通事故頻轉 因此地方上出現許多反對的聲音 交通部公路總局也特別在協調會中 針對民眾疑慮最多的軍工橋改建工程提出說明 那我跟各位報告,這就是橋梁我們發包 現在一半已經在進行當中 下部結構的結構的部分,基礎現在在市港 已經在黑基礎的部分 上部結構,這鋼橋的部分 它是因為鋼構的部分,所以在工廠在施作 我們很希望說我們全力來鑽感 在後年106年汛渠或是颱風來之前 我們能夠緊述來完成 能夠提高它的抗洪能力 改善地方的一個淹水的問題 降低相關的風險 為了協助公路總局以及在地居民 面對面的妥善溝通 藝本真正演蔡宗志 都特別到市公所參與會議 今天在這裡開會的意思是最主要 最主要是說 我們的公部門可以重新思考 贊載我們避免的力量上 考慮到我們避免的鮮明安全 然而在張平溪小溪橋的路段 也有許多居民反映 因為橋面坡度太陡 車輛開上去幾乎看不到前方視線 議員蔡宗志希望能夠協調相關單位 進行改善 總體也還要繼續跟我們 公路總局這邊 探討我們張平溪小溪橋 他在1994年就新建完成了 因為這個幅度真的太大 剛才在協調會裡面 總體也有提起說 要求公路總局這邊 看得到是不是 議員期盼相關單位在 行建或改建橋樑時 能夠以道路安全為第一考量 並在事前聆聽地方居民的心聲 整合各方的意見 民意新聞洪佳彥 南投採訪報導